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全省人民 向广大海外乔邦 港澳台同胞 和世界各国朋友 至于诚挚的兴充问候 和美好的节日祝福 2023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广东改革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五次清零广东 赋予广东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 赋予粤港澳大湾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式现代化的 引领地的全新定位 极大振奋了全省上下 奉进新征程的信心决心 一年来 我们牢记总书记 因应嘱托 以再造一个 新广东的闯进 拼进再出发 奉利推动现代化建设 展现新气象 这是人气 持续畅旺 往来交流 更加便捷的一年 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广东经济加速恢复发展 在约石油人口突破1.5亿 放眼南越大地 交通车水马龙 景区人头传动 商圈消费红火 处处要动着生机与活力 乡亲们更加便利地 穿梭在祖国和海外之间 深切感受与亲朋好友 相聚的喜悦 亲身见证家乡的发展变化 在桥商大会 华侨华人月稿大湾区大会 世界客商大会 等一系列精彩封城的 重大活动中 处处活跃着 广大华人华侨的生意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白隔蒸柳活力迸发的一年 这位省政府召开新冲第一会 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 释放出领南冲早的鲜明信号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连续35年 居全国首位 这位首个突破13万亿元的省份 图号工程 百线签证万充高质量发展工程 墙线出镇带充如火如土 宪政充高质量发展 其事已成 其心可期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 实现国内七连贯 制造业当家底气十足 一处处产业园区 串租成列 一项项重大项目 趋势待发 广东生产的新手机 一机难求 结果每四辆新能源汽车 就有一辆 是我们广东造 这是全面生化改革 开放 坚定向前 步履铿锵的一年 横琴 咸海 南沙 河套 四大合作平台 各具特色 为粤港澳合作 大湾区建设注入加速度 随着澳车北上 港车北上 京珠港飞实施 港拙大桥车流量 屡创新高 大湾区呈现 加速融合发展的新景象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大湾区 大庚大湾区 深庚大湾区 广交会 全球招商大会 万商拥挤 成果封锁 我省连续四年 获平营商环境 最佳口碑省份 全省各立经营主体 突破1800万户 广东开发的大门 在拥抱世界的过程中 越开越大 这是亲情 亲力惠明 父老乡亲生活 步步高的一年 时速350公里的 广散散高铁 实现广州到散口 1.5小时通达 越东地区 加速融入大湾区 一小时交通圈 飞机 高铁 高速公路 水运 串起南越各地 连通世界 养老院 长者饭堂 普惠托育服务 公办幼儿园等 拖起了 一老一小 信用就医 让看病越来越方便 广州市文化馆 深圳美术馆 等文化地标 陆续点亮 潮汕 英歌舞 湾区 龙州赛 火爆出圈 漫步南越大地 处处绿意昂然 仁与自然 和谐共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我们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 重要假话 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1310 继续部署 奉利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 我们将进一步 后知乔优势 做好乔文章 以桥为桥 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 臣致欢迎大家 多回来走一走 看一看 共享发展机遇 共建美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 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祝愿乔邦们 乡亲们 朋友们 兴充愉快 龙年大吉 有点停 感谢观看